長長的隊伍卻相當有秩序 慈濟在墨西哥特拉瓦克市進行發放 等了好久終於拿到物資 可以緩解燃眉之急 不少人流下感動的淚水 災民們高聲歡呼 衷心感謝志工們給予的幫助 雙方溫馨互動 擁抱鼓勵 發放順序要先核實身份 再逐一領取物資卡和毛炭 每一個賺的志工們都結好園 感觸良多 幫助不是一次而已 更需要的是長期的關懷 本土志工就成了重要的一環 跨國界的愛翻開新的篇章 但這絕對不會是最終章 故事還會繼續寫下去 大愛新聞黃一傑李建快墨西哥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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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